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的承诺从未兑现 中国民怨声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15年来一直处于下行趋势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罕见低位 消费者也从未如此坠坠不安 包括投资者 消费者和房主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进行调整 以适应中国经济从之前的几十年的高增长转入缓慢增长的趋势 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 58岁的成都房主钟伟毅担心 他的房屋价值和养老金不断缩水 还能不能支撑起他曾经憧憬的黄金岁月 与此同时 大多数估算数据显示 中国有超过20%的年轻人目前找不到工作 这些年轻人渐渐减少非必要开支 并更多地通过二手货闲置物品平台购物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之称 郭清风是这里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IT员工 他说 现在太容易被炒鱿鱼了 劳动力过剩也意味着雇主能够压榨员工 让他们长时间加班 郭说 公司里的朋友和同事 因不愿接受996工作制而纷纷离职 所谓996是指每周工作6天 从上午9点直到晚上9点 这让他担心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 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地考虑 是否应该买并非绝对必要的东西 他说 我们还建了一个名为二手的微信群 分享二手平台和二手店的商品链接 外国投资者也在撤离中国 中国公布的2023年度 外国直接投资 净额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中国经济在疫情后 未能反弹并持续低迷 令专家和外行人都感到震惊 但其实中国经济早就开始了漫长的放缓过程 事实上 十年前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 他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料将放缓 但习近平认为 中国将重新构建一种更健康的模式 他详细谈到了即将发生的变化 以及中国需要如何做好准备 这些评论被官方媒体广泛传播 表明这显然是领导层希望尽可能触达广泛受众的资讯 习近平说 虽然经济可能会降温 但中国的就业质量和工业发展会更好 他说 必须增强信心 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适应新常态 保持冷静头脑 习近平的预判既有对的地方 也有完全错误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要放缓 中国经济从2009年开始逐渐放缓 这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但不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 得益于人民币四兆的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从当时的动荡中有力反弹 但随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逐步下滑 经济的减速发生得很慢 几乎难以觉察 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悄然下降 到2019年降至5.95% 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开始集中爆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表示 中国明年的增长率可能降至3% 然而习近平提出的重塑经济 降低对出口和基建项目的依赖 控制房地产市场危局 并将重心转向国内消费的愿景 显然遭遇了挫折 中国经济仍是以制造业为中心 巨额刺激资金被投入到这个世界上 基础设施最过剩的国家 房地产危机一如既往的严峻 不过专家们表示在中国经济问题中 内需疲软最为明显 格外低落的消费者信心影响了内需 而习近平却认为 10亿消费者的钱包会重振中国经济 这种消费不足不仅伤害了企业 拖累了中国经济 还意味着中国必须继续依靠激增的债务 和不可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 来维持经济活动 无论是想透过股市上涨 还是稳定房价来提振信心 试图通过提振信心来扭转经济颓势的想法 基本上是一厢情愿 这些做法不足以恢复健康的经济增长 驻北京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表示 他主张采取向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措施 在习近平时代 工资水平稳不增长 但消费从未在国内经济中发挥过显著作用 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变得更加脆弱 在如今的中国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的成本 据说是人均GDP的6.3倍 相比之下澳洲和美国的抚养成本分别是人均GDP的2倍和4倍 现在房地产市场正在下跌 大多数普通公民的财富也随之缩水 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近30% 而国内70%家庭财富集中在房地产上 50岁的李健在北京经营一家3D打印公司 当被问到中国经济目前是否处于缓慢增长的新常态时 李健说没错 李健说我这个岁数足以见证经济逐步放缓的过程 但一切都还在继续 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 一切都停滞不前 人们可以察觉到这一点 习近平堵死所有出路 两会李强只是走过场 综合媒体报道 历年两会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被视为是重头戏 外界关注李强会如何提出挽救经济的思路 中国两会召开在即 面对官场清洗和经济危局 去年3月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强的表现引人关注 有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李强没有实际权力 两会上只是走过场 而习近平不通人性 自毁经济 还声称风景这边堵好 已经堵死了中共生路 李强今年1月曾在达沃斯论坛上称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5.2%左右 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也发布了这一数据 但国际专家普遍质疑其真实性 在习近平的主导下 国家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如果说这些计划能暂时掩盖房地产和金融危机 但长久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将造成巨大损害 2月28号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 李强未来的经济工作困难重重 两会的政府报告不会有什么看头 有习近平在 李强只是走过场 因为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有一套想法 这一套想法不接地气 不通人性 习近平有点像毛泽东 李强在经济方面肯定得按习的想法 所以搞不好 但另一方面 李强如果自己搞一套 习近平又不能接受 因为这没有办法体现习近平领导中国 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 过去一年 北京当局虽然声称支持民企 留住外资 但同时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 国安部也屡屡跳上前台 威吓各界 在经济下行之际 当局又要求唱经济光明论 王君涛认为 其实习近平是在自毁经济 但又要强说形势大好 明明形势非常的不好 但却要打肿脸充胖子说好 他说风景这边独好 事实上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 中国的股市一塌糊涂 世界各地的股市都很好 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对他很不满意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好中国经济 接下来习近平的日子将更加难过 因为他现在也知道 人们对经济没有信心 人们都知道是习近平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前程都毁掉了 王君涛表示 实际上国务院总理是没有人事权的 阻隔权力在习近平手里 即使秦刚和李尚福不出事 他们两个人也不会听李强的调动 所以这件事对李强的影响不大 他置身事外 但对习近平的打击很大 王君涛说 习近平第三任期本来应该大干一番 但是没想到在各方面遇到了很大麻烦 像李尚福秦刚等等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 特别是秦刚是破格提拔的 最后还是习自己把他们拿掉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王君涛说 李强在外交上没有权力 权力都在习近平手里 即使李强出国 也只是在执行习近平的一些指示 李强不光没有实权 他在外事上很多现场管理权力都已经被王毅拿走 王毅可以直接向习近平回报 李强打着大兴调查的旗号 上任后更多时间是到全国各地考察 但近日 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的一篇 反映大陆基层社会困境的民间调查 在中国媒体发表后 不久却遭封杀 过去一年 中国人权打压越发严重 社会上恶性事件频发 但官方封锁更严 过去温家宝可以到信访局接访 李克强在地方意外被访民拦住 喊冤时还能即时沟通 李强当上总理后 并没有和访民接触的表现 而在这种背景下 过去一年 中国的关心和民情已悄然发生变化 习近平已在客观上 堵死了共产党 还能起死回生的任何道路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党管一切 管死了经济 增长乏力的中国经济 要如何才能拯救 有评论指出 中国急需提高消费比重 但是民众信心过低 导致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另有评论则认为 中国当局过于重视意识形态 导致该国的创新能力被扼杀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瑞士新苏理事报 以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模式为题 刊发由苏理事大学宏观经济学退休教授 Bizhearts Heart撰写的课作评论 这位瑞士学者 常年关注中国与西方的体制竞赛问题 作者指出 学术界现在对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 有两种主要观点 其中一种的代表者 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佩蒂斯 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阻碍 来自于投资比重过高 消费比重太低 迄今为止 中国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于基建 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各类投资 由于当年中国投资严重不足 因此投资拉动 在几十年来一直很有效 但是多年来的过度投资 导致了经济增长泡沫化 铁路、住房、机场 已经出现了过剩的问题 许多新项目几乎没有增加经济效益 占GDP比重近30%的房地产市场 是经济的重要支柱 然而因投机行为 而被过高估值的房地产业 如今已经暴跌了25%到30% 2021年 全国几乎四分之一的住宅是空置的 房地产危机也让各省市负债累累 收入减少 这需要一场结构性变革 庞大而愈发无效的投资 必须被更具生产效率的投资所取代 从而让位于高附加值商品和生产 经济必须向产业链上游发展 进入价值更密集的领域 这需要增加高端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 文章指出 要增加消费 就必须推动更大程度的收入再分配 并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增加民众安全感 从而降低储蓄率 作者随后引出了 由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Idam Poston代表的第二种观点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在于政府近年来对私营经济的不断涉陷 以及民众对政治广泛缺乏信任 这导致私人变得谨慎 避险思维导致储蓄率上升 进而导致居民消费下滑 私营企业投资下滑 对于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而言 私营经济部门的信任 一旦受到了严重损害 就很难重建 信任是很难通过专制手段去掌控的 中国的经济成功却需要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因此急需自由主义元素 国家和私营经济的作用 以及相互关系必须重新设计 作者认为 尽管北京领导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中共的控制欲正在和经济繁荣构成矛盾 现阶段的中共似乎认为 其权力控制机关可以在不危及政治稳定的前提下 牺牲掉一些经济增长 所以全球经济中期内都要为中国增速显著放缓 而做好准备 耶鲁大学知名经济学家罗奇教授 在德国经济周刊上 以中国陷入了经济死胡同为题 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正遇到愈发严重的麻烦 罗奇认为 中国政府依旧在拿毫无新意的刺激手段 试图拉动疲软的经济 此类短期措施根本不足以解决人口下降 过于依赖国资企业等严重结构性问题 宏观经济学已经证实 要想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同时 实现持续经济增长 就需要更高的单位产出 因此提高生产效率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国越来越依靠生产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 更具效率的私营经济部门 却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 所以生产效率越升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 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 尤其是在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人口下滑的背景下 不论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生产效率都同样重要 经济学理论指出了生产效率提升的几个途径 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研发 但是受到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政府 正在用大量的监管扼杀创新 如果没有更具新意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就也可能陷入死胡同 中国百大房企今年前两月销售大减51.6%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中国大幅调降贷款利率 持续融资房企 但今天公布的大数据报告显示 中国房市在浓厚观望情绪下持续低迷 今年前两个月 百大房企销售总金额比去年同期大减51.6% 二月销售额也比一月减少 中国指数研究院29号发布 2024年1-2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前百大房企销售总额为人民币4762.4亿元 比去年同期大减51.6% 其中二月销售额比一月减少29.3% 排行榜显示销售额超过百亿元的中国房企有14家 比去年同期减少12家 超过50亿元的房企8家 比去年同期减少18家 中指研究院指出 春节房市看多买少 房企促销活动难改购房者观望情绪 房企透过多种途径 抓紧春节行销节点 部分城市到房量有所提升 但成交仍较为平淡 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 中指数据显示 2024年春节假期期间 25个代表城市新房 日均成交面积 较上年春节假期下降了约27% 对于百大房企前两个月销售大减 中指研究院分析称 2022年疫情影响部分需求 被暂时压抑 2023年春节房市出现了部分反弹 销售额基数较大 其次收入及市场预期的不确定 导致需求端的疲软 房企促销活动 仅能提升部分城市来访者的数量 并不能实质改变购房者观望情绪 第三 2024春节期间 各地政府抓紧旅游产业支持力度 各地回家团聚或外出旅游的人数激增 购房计划向后延期 仅部分热点及受返乡置业带动的城市表现尚可 展望未来 中指研究院认为 房市步入传统金三银四 核心城市政策效果有望进一步显现 报告说 短期来看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预计 会后供需两端将有更有力政策推出 一线城市有望进一步 因需因趋优化限制性政策 二线城市有望全面取消限购政策 但三月不管是新屋 还是二手房成交表现 或均较弱 小阳春行情或仅在部分核心城市出现 无处就业继续读研 中国研究生多到没地儿住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就业环境转叉 中国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人数随值连年增加 据统计 六年后招生人数将翻倍 一些院校无论新旧校区 近年都因此出现宿舍供不应求的情况 甚至不再向研究生提供宿舍 研究生多到无宿舍可住 也冲上热搜 官媒呼吁 大学毕业生权衡就业和升学 理性做出选择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 上海松江大学城 凤贤大学城 北京梁乡高教园区 北京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 南京先林大学城 等建于2000到2005年的新校区 已接近满载 而已公布2024年度招生简章的学校 包括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等知名院校 明确不再为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提供宿舍 此外 有学校将教职员宿舍 腾挪出来给学生住 或直接安排学生在校外租赁宿舍 也有学校对宿舍进行扩容改造 设法挤出更多床位 报道引述一名在读的复旦研究生说 学校为他们安排离校区6公里的公寓 并提供往返班车 即使如此 仍只有约一半的研究生成为入住公寓的幸运儿 另一位博士生透露 虽然能入住复旦宿舍 但需6人共用洗手间 令他担忧的是 有传闻说 由于宿舍供应紧张 博士生未来将不能再住单人房 据报道 硕士研究生出示成绩及录取标准 本周期陆续公布 尽管考试报名人数迎来8年首降 比前一年的高峰474万 少了36万 但竞争依然激烈 中心经委报道 2022年中国研究生招生数124.25万人 比2016年的66.71万人几近翻倍 而2022年所有在学研究生达365万人 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对于研究生多到没有速射注 南方都市报评论说 近年各种高学历低就业现象频传 一定程度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变化 若是读研究生为就业的赌注 势必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只有充分权衡个人的实际情况 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适合适合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